又有溺水意外 高雄市华德公家的亲民心生 今天中午一点多左右 到学校附近的茄定海边玩水 没想到不到20分钟 就有五个人被海浪给卷走 其他没有下水的两个人 赶紧向附近的工人来求救 不过最后还是为时已晚 五个人早就不见踪影了 而救难的人员搜救了一个整个下午 只找到了冯士龙还有李玉堂 不过两个人都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直升机在空中盘旋 锁定校布块附近海域搜索 海面上也有救生艇穿梭 中午一点二十分 五名原本隔天就要参加 新生训练的华德公家学生 就是在这里细水 不幸被海浪卷走 我们到现场的时候 学生都没有顶的 都没有看到学生的 不停有人员和机具调度的现场 加入搜救 部分家属得知消息也赶来 神情非常焦急 搜救一个多小时后 终于找到第一位学生冯士龙 救生艇把它载回岸上 但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由于现场最大阵风达到七级 浪高有一到两米 增加搜救难度 下午四点多 另外一名学生李玉堂也被找到 同样没有生命迹象 另外三人则还是失踪 学校表示 五名新生是提早到校住宿 中午以用餐为由请假外出 没想到却跑到海边细水 因为他们自己说要来吃饭 原则上就是短时间的用餐 我们都会让他们自己出来 消防局表示 二人西出海口属于危险海域 下午两点以后 都有编排人力到这里 禁止民众汽水 但学生刚好在空档下水 酿成不幸 记者王志出 孟刀全高雄报道